由迷彩部包置的神州8号返回舱 早上由火车运敌北京昌平火车站 随后 驻着陆厂区指挥部向飞船研制单位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交接了返回舱 在欢迎仪式之后 神州8号返回舱脱去保护罩 经过初步检查 返回舱外观良好 稍失情况正常 按照计划 返回舱定于21日上午打开舱门 开舱之后主要进行三项工作 一是将搭载物品取出 二是备份散舱等设备需要进行拆除 三是将神州8号内的数据取出并进行数据分析 以其为后续搭乘神州飞船的航天员 创造一个更舒适安全的环境 神州8号于本月1号升空 期间与天空1号两次成功交汇对接